WSBL女子超級籃球聯賽第九季的冠軍戰 就是由中華電信要來對抗的是國泰女籃隊 國泰已經在三戰兩勝的系列賽中 是取得了1比0的領先了 究竟衛冕軍國泰能不能拿下9年來的第8座冠軍呢 趕緊來關心最新戰況 正常紅色球衣的國泰女籃 再一次碰到中華電信的頑強抵抗 在WSBL冠軍戰的第二場 電信女籃是有著輸不得的壓力 球員是全場拼搶希望能夠延長戰線 而衛冕軍國泰女籃沒有亂的節奏 攻守有序 外線維持穩定的手感又掌握了內線的優勢 最終國泰就以77比67獲勝成功締造四連後 國泰女籃拿下了第21座的冠軍